好,同学们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那我就快一点啊,就是我简单的准备了一下,有两块内容,第一块就是我为什么当时选择从小语种转到法律。 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回答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为什么跨专业我选了法律?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可能因为本科学,不管英语也好,小语种也好,大家面临一个这个大三的时候保研。 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啊,就是继续选择做语言学术也好,或者是继续学翻译硕士也好,是一个比较小的分支,我觉得。 大部分的就是包括我接触到身边同学的情况呢,其实都有一个跨专业的打算,然后比较热门的跨专业方向呢,就是经管类的,然后法律的,然后如果你包括出国的话,可能会选择公共政策等等。 所以呢,我首先是确定了我不想要继续学语言了,我要跨专业,然后接下来我为什么选了法律呢? 这是跟我自己,因为本科的时候我是修了我们学校的双学位,然后我修的是社会学,社会学这门学科呢,是社科大类的基础学科,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它为我选择法律,因为也是一个社科的门类,我觉得它为我打下了很多基础知识,包括也,我也有这么一个兴趣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有复合的,就是外语加另外一个学科的复合背景,你才能考虑转专业。 我在这个地方只是想提醒一下大家,你们在选择法术,尤其是选择我们学院,因为我们要读四年嘛。 你不要让你的研究生生活变得特别痛苦,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你为什么要选择去转法律。 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我希望大家在就是报考我们之前呢,都一定要,要问清楚自己这个问题啊。 对,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在我确定了选法律过后呢,我还想要去评估一下,那我拿到的这个,法律是不是这个学位,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含金量。 啊,因为我知道大家心里可能有一点这个小的疑问,就是因为咱们是非法学本科,所以大家可能会考虑到,这个以后找工作啊,会不会非法本的同学比这个法本的同学会有一些劣势。 嗯,然后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当时的考虑,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咱们国家,特别是咱们学校,这个法律硕士,非法本的这个培养的质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首先,即使是非SDL,其他普通的法学院的这个法律硕士的话,也是要念三年,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于其他这个硕士专业可能有点长,但是有利也有利,因为我觉得它的利主要就在于,第一,你的那个课程体系会学的相对更详尽,更扎实一些,并且呢,利用这三年的时间,你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空间去安排你的实习也好, 或者是说,交换也好。嗯,所以我觉得时间上,后来经过我自己的综合考虑,我觉得是,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说这个,法硕的这个学习内容,啊,我现在,就我现在的学习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体系的。嗯,同时课程难度也是不小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会共,嗯,就是不用太多担心这个项目会不会特别水,因为我有同学去国外念这种一年的硕士的,嗯,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肯,嗯,就是对于他真正学到了什么东西,这个地方大家是要存疑的。嗯,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在我拿到了这个法硕的学位过后, 我有一个,就是对我找工作以后,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刚刚陈院长也讲到了,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去向是非常广的,律所或者说公检法的一些机关啊,公司的法务都是有的。 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经过这三年或者是四年的法学教育过后,所形成的一种法律思维,啊,法律思维听上去非常抽象啊,就我现在的感觉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去发现问题,梳理问题,你能够以,呃,非常有条理的去分析问题,并且最后你能给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这个是,呃,怎么讲,就是选择这个项目,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虑吧,对,然后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时间成本上的顾虑和非法本的这个顾虑,我可能要再说两句吧,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不存在绝对的一个劣势的,因为我们从现实当中很多案例看到了,非法本的同学出生过后,依然可以去到非常好的律所,去到非常好的岗位,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一个, 我觉得大家也是有相对来讲,也是有这个语言的优势的,因为如果你以后想要去到外所,或者说想去国外的一些国际组织实习等等,你这个语言观是必须得要过的,嗯,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努力,这个它不,你就是说这个客观上这条路肯定是通的, 然后至于大家怎么要去实现好自己的报复,这个是要跟你自己的努力程度,我觉得是分不开的,嗯,然后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项目的选择,因为我当时基本上就只考虑了SDL和这个本部的法学院, 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是7月份的时候参加了这个SDL的夏令营,然后参加完夏令营过后,我感觉很好,然后就是,就是对这个项目觉得非常适合自己,呃,最后拿到offer了过后,因为它是在这个,呃,本部的法学院 9推之前给了offer,所以我就没有去那个本部法学院的面试和鄙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可能对大家择效,我个人的精力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我主要讲一讲,为什么我下定决心来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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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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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好的教育 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吧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成本 然后经济上也可以manage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有这个抱负 去追求更好的教育 追求更好的东西 然后呢 并且大家也知道这个 美国的这个法律博士 在他们国内其实是一个 非常受欢迎的硕士学位 像奥巴马就是 哈伯老师 毕业的 然后接下来讲一讲 为什么我觉得STL的这个JD项目 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同学 也有这个打算直接去美国 本土的法学院念JD的 我的考虑呢 第一个是因为 去美国的话 这个学费会非常贵 基本上三年念下来 大概得要150到200万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样 比较起来 我们STL的这个性价比 是相当高的 然后大家关心的 还有一个师资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 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 因为我之前看这个问卷里 也有同学问到说 这个老师非常不好找 还是说这个流动性特别强 这个地方我想 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讲 我们的resident faculty 就是常驻的这些教授 是不会变成 就是常驻了 对吧 而且每一个老师 你是真的可以感受到 他对STL学院也好 以及对我们这些学生也好 都是有非常强的这种感情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 因为大家 如果本科是小于种的话 这个体会应该会比较深 因为你们班上同学特别少 可能大家跟老师的关系就很好 有一些比较大的专业 他可能次年和老师的这种 方顶不会特别强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教授 都在这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有 开这个office hour 包括现在我们网上教学 老师也都就是 时不时的都会问候 我们关心我们的这个 在家的学习情况 这个我觉得都是 在这样一种非常和谐 非常有效的 学生沟通的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教学质量的保证 也是这个有目共睹的 然后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来这边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 像刚刚老师也说了 我们这边不只提供这个JD 我们仍然是有中国法的 法律硕士的这个学位的 所以说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种本科 不是学法律的同学来讲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这为你提供 比如说你以后想要在中国 范围内职业 你肯定要需要对中国的法律 有一个了解 你需要有相应的中国法的知识 如果你仅仅选择去美国念JD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弥补的一个缺憾 而且我们中国法的这边 老师我们的毛少尉老师 虽然说我还暂时没有上过他们的课 就是我听学长学姐说的都是非常不错 非常好的老师 所以这就是我当时这个选择项目的一个考虑 然后接下来 对接下来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就读体验 因为我是去年八月份入学 对 八月份入学过后到现在 刚刚是在Q3的这个期末 还没到期末 即将进入Q3的期末 首先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这边就是采用这种小学期制 一年会有四个学籍 所以去年 之前我的本科的时候都是九月十几号开学 然而去年我在八月初我就开学了 并且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也在望后延 因为我们相当于每年有两个小的学期 每半年有两个小学期 所以今年我大概是一月二十号 一月十九号我才考到最后一门考试 所以说这个按照这种quarter制的话 它每年的这个学习上的时间安排是比较紧凑的 然后截至目前我上过的课程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列了一下 它一个Q大概会安排四到五门课程 然后每一门课程每周会有两次的时间 然后对 因为刚刚程院长也提到了说 这个EL是比较比较惨烈的一个 刚刚入学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非常心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教育模式 所以我觉得即使入学有一些慌张的话 大家也不需要就是过于的紧张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过度的一个适应期 去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模式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享受的 就是截至目前 你就按照这个预习 加听课加课后 听听录音 整理笔记 这么一个模式去走的话是 我觉得可以handle得住的 然后呢 就是千万不要考前临时抱火角 因为我们是 十周 前十周上课 然后十一周直接都考试 不像在本科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考试周 再加另外的两个 就是不上课的这个专门拿来考试的 我们这边是没有的 就是非常非常时间非常的紧 所以光在平时 只要你把这个平时的知识 一定要及时的消化 有不懂的问题 及时向老师发问 我觉得做到这些 其实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硬件设施 我这个地方专门提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本科的时候 我们学校是没有 至少我读书的时候 没有这个通宵自习的 这么一个条件 可能会有少数的 对 你可以去外面 可能接自习 但后来可能接也拆了 但是我们国法的这个大楼 是通宵开放的 所以说 即使你在刚入学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学习上的压力 其实你完全是有这个硬件 来给你提供的 你可以 不管你学得再久一点 怎么说对吧 这个通宵自习室 对 这个这一点 我是觉得很棒了 然后关于课外活动 然后刚刚老师也介绍了很多 我所了解到的 可能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模拟法庭 模拟法庭 之后 秦世杰学长也会 我相信会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然后这个学生会 包括深渊院的学生会 和国法的学生会是大家都可以参加的 并且我觉得这个 学生会给我的感觉 我是非常喜欢我们学院的学生会的 因为它的管理非常的扁平化 然后非常能够及时的反映大家的问题 这个呢 可能和我们这个整体的这种 比较自由的这种环境氛围 我觉得离不开的 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值得夸奖的地方 对 然后接下来的一些社团运动会 就是大家不用担心 虽然说我们大学城 离世中心有一段距离 但是呢 我们大学城内的生活 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然后最后关于生活上的一点点 这个 这个吃啊 这个食堂 大家不知道 大家关不关心啊 我现在好像是说 我们那个 重新引进了711和麦当劳 对 所以说 然后住的话是私人间 然后医疗的话 我们也是享有这个深圳市大学生医保 和北京大学医保 应该是双重 所以说大家如果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 都可以到深圳市的定点医院 是都可以报销的 对 然后后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就是Q&A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讲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结束 谢谢 好 下面我们那个有请秦世杰同学 进行分享 哈喽 能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好的好的 呃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啊 很高兴能够 呃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我在国法这几年的 读书的时光 包括实习的一些经历 呃 就在这个 这个宣讲会开始之前 我正好看到有一个推送 说是昨天这个全国政协 昨天刚开了一场会 其中讨论的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中国现在 呃 大量的欠缺 涉外的高端法律人才 所以我想就是 我看到了国法在 接下来也会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前景 对于 整个国家来说的这种战略市场而已 而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呃 来谈一谈我在国法 呃 你的所有的实习的经历 和你日后的这个求职工作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呃 首先我想呃 谈一谈这个 外语专业的同学 并且我相信可能在场的大多数同学 可能是呃 英语专业背景 跟我文科是一样的 所以呃 我想作为外语专业的同学 可能大家很直接的很直观的感受是说 因为你是学语言的嘛 所以在而你在上课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天然的学习 这个JD课程的优势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谈了 我其实更多想谈的是一些 可能在大家不太呃 能注意到 或者说 其实 涉及到一些法学比较内核的一些东西 它跟我们这个语言专业背景的一个相关性 首先就是 我们要知道的是 无论是呃 大陆法系 还是普通法系 它都是来自于西方 都是植根于西方的这种文化背景本身 呃 中国当然有它自己特殊的地方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 呃 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这样一个特征的法系 呃 但同时 它也有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独特性 但总体而言 就无论是学习中国法还是美国法 你如果能够去 你如果为了这个深入的去掌握 两大法系的那些很内核的东西 你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到一些 西方文化最内核的一些东西来 甚至要回到比如说罗马法呀 这个希腊罗马文化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我想 可能这些对于外专业的同学而言 呃 我们或多或少呃 在本科的时候都学习过这些英美文化的课程 或者是对于西方的呃 呃哲学文学呃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我想这样一些背景对于你去理解法律 这样一个本身就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 这样一个呃学科而言肯定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除了这个之外我想说的是呃 其实法律啊因为这个尤其是在国际法学院 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你作为一个法律人 你的内核的一些法律技能呃在西方很多人会认为 法学跟社会科学结合的很紧 比如说跟经济学跟社会学跟政治哲学结合很紧 但是我想除了这些呃社会科学的维度之外 其实法律它追根究极分成核心的一块东西 其实还是一个法律诠释 也就是说你是对于一个文本一个法律文本 无论这个文本是美国法当中的判例 还是中国法当中的法条 它都是一个对于文本的一个法律渊源的一个诠释 而在这个意义上其实这种文本诠释 跟我们呃本科的这种呃英语语言文学 或者说日语语言法语语言文学的学习 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因为你或者或少可能会接触到 呃对于这个外语语言文本的一个解读和理解 你作为一个读者 你如何去跟这个文本的创作者 然后去形成某种关系 并且这个关系涉及于哪些具体的呃解释原则的一些制约 而这样一些原则其实你会发现 随着你学习法律越深入 你会发现二者的相通性 其实是呃越来越接近的 还有一个就是法律其实是一个非常关注细节的一个学科 这个可能也是法律跟很多别的社会科学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当我们提到经济学的时候 我们倾向于去想象的是 你去抽象出一个呃比较有精确概括性的一个模型 但是法律跟很多其他的社会科学相比 他的一个独特性在于 他关注细节 他关注具体的论证 他关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背后 一个一个有情感有生命的一个个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法律跟文学跟历史呃更像 因为文学和历史是非常关注细节的 呃是让你能够变得非常敏感的 而作为一个很好的法律人 其实你恰恰需要 需必这样一种敏感度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去 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些 呃纯粹的表面的理论和概念的意义上 而是能够真正的去抵达每一个 法律案件所设计到的一些核心的真意点 去更好理解那些相冲突的法律原则 并且在个案中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同学本科是学习翻译的 我想翻译专业其实是 呃跟法学在我看来特别特别 涉及到一些思维模式上的一些相似性 为什么呢 因为翻译所要求的 你对于语言文本 无论语言文本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 呃别的语言 你对于原文本理解的这种透彻程度 以及在这种基础之上你所需要去实现的一个 语言上的转化 这个转化它所需要你做的 其实是一个对于呃 呃原信息进行重新的组织整合 然后逻辑的输出来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口译 或者做同声传译这样的一个一个方向哈 其实它涉及到大量的对于很混沌的 复杂的信息的这样一个处理 删凡就紧 然后需要你在很短时间之内去理出呃 呃这个原因的这样一个讲话的核心要指 而这样一些能力其实下下是作为一个法律人 非常核心的技能 因为当你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个案的时候 你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复杂的法律事实 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每个东西或多或少都跟你想要处理的这个法律案件是相关的 问题是你如何能从一堆复杂的信息当中去提取出最核心的最相关的法律事实 以及相关的法律呃让各个层面各得其所 其实我想这个是在深层次的意义上 法学和呃翻译这样一个专业的呃相似性 如果你本科是学习呃 比如说你对这个语言学感兴趣的话 我想它跟法律也非常相关 因为法学这个学科的第一要义就是训练学生在表面看似相同的东西当中去看到实质性的不同 以及在表面看似不同的东西当中去寻找实质性的相似 其实如果你是学这个语言学的你可能会获得不少听说过比如说结构主义啊 听说过这个对于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啊发音 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归为一类或者不同的种类 这样一套思维方式本身跟法学就是非常接近的 因为归根结底你在做一个法律判断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进行某种就是对于资源的一种一种distribution 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呃你手头拿到这个个案 跟我们之前的处理过的类似场景的那些案例 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或者如此的不同 以至于是要去给出一个不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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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后果 那这样一些思维方式其实我觉得在深层次上 我根据我自己的意义来看都是法学跟作为外语专业的同学 我觉得就是存在这样一些相关性的地方 这个是关于这个外语专业的优势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还有就是我之前看到钟老师给我发过一个 可能前期大家在报名的时候有过一个大家想关注的一些问题的解读 不知道很多同学都问到了这个SDL所学的课程 跟你们日后这个未来职业的一个关系 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 我自己在国法的过去几年参与过各种各样的实习 我去过法院 中国法院 美国法院 国际性的法院 然后我也去过律所 外所 然后我也去过仲裁机构 我自己的感受是国法跟中国其他的任何一个法学院的法术项目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更加关注基础 我们知道像北大本部的这个法术项目是三年制的 而且它招生的规模很大 而且他们除了这个法律硕士非法学的这样一个专业之外 他还有很多本科生还有博士生等等 那其实对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包括其他学校的老师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存在本科生嘛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都放在这个法硕 法律硕士同学这批身上 而我想国法可能这方面虽然说我们有这个所谓的Master of Law 这个LM这样一个项目 但是它毕竟是很小很小 而且都是就是很少数的外国学生会上 所以说国法的这个主体的这个项目其实还是以这个JDJM这样一套双所谓的课程为主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 从你你从老师教授那边能够获得的资源 和对和每一个就是individually你能够获得的这种锻炼可能会比其他的法术项目能获得的更多 而我刚刚所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基础的问题 我知道很多的法术因为它时间短嘛 而且很多同学可能到第三年就需要去找实习了 所以他真正学习的可能也就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而且那些法术专业可能或者或少 据我所了解到的一些状况 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概括每一个学校 但是至少我听到的很多的一个说法是 很多的学校会倾向于去assume你已经有了一定的法学的基础了 因此很多课程的设立其实它是不会给你直接从基础开始讲起 然后可能比如说明法课可能就上过一门也就结束了 但是像国际法学院在明法上投入力度是非常大的 而且明法是整个中国法体当中可以说就是最重要没有之一的一门课程 而国法在明法上就设置了应该是18个学分的必修 再加可能有超过6学分以上的选修 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意义上你能够看到你作为一个英语专业 你没有真正意义上受过很好的法学思维的训练的这样一人来说 其实这样的一种更加注重基础的训练 可能是对于外语专业的同学而言是更加合适的 因为它能够确保你不是仅仅由于形式上过所谓的一两节这样的一些明法课 然后就好像就结束了 因为我相信同学们终究还是希望能够学到一些真的本事 而这种真的本事的习得一定是建立在老师的这种大量的投入 以及大量的学分时间的投入很多成本的投入之上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国法这种更加关注基础的这种做法 是非常适合很多同学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市面上有另外经常有一种说法 对于这个法学院的这个存在的价值的质疑 尤其是很多这个实务的律所经常会觉得可能法学院所培养的学生 不足以完就是听过法学院的训练不足以完全具备一个好的律师 所具备的全部的技能 但是我总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这样一些说法可能是误解了法学院的定位 因为事实上你会发现你作为一个好的法律人在一个长期的意义上 你本身就不可能期待法学院能够给你提供一切你所需要的知识 事实上很多的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很好的比如说具体的行业知识的了解 比如说商势的一些东西金融的一些东西 这个本来就是你可能是更加适合你在实务当中去获得更多的训练 法学院也并不是特别擅长去关注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而言 我觉得国际法学院它这种对于基础的这种强调 也就是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基础课上 然后同时你自己通过实习的方式 或者说日后的长期的工作的方式来习得另外一部分 就是对于行业知识的了解 商业意识的判断 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 这样一个综合起来 其实我觉得法学院这部分的定位其实是更加清晰的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学院没有实物的课程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来自很多国内外的律所的合伙人也好 或者是法官也好 都会就是不定期的来国法给大家开设一些实物的课程 包括我们之前像美国最高院的这个Justice Alito 也来国际法学院开过课 包括我们国法就是刚刚比如说提到了一些小班的这种授课 法律写作课 其实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入职场的法律人 我想律所最关注的核心的技能可能就是这种法律的写作能力 因为你终究是需要去把你的一个研究的结果 以一种书面文本的形式来呈现给带你的这个supervisor 而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国法通过这种小班制的授课 individually去critique 以及去给你individually提供这种feedback的这种形式来训练 每一个学生的法律写作和检索的技能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国法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吧 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个会讲的稍微虚一点了 就是我的理解是一个好的法学教育一定是不仅仅只是一个纯technical意义上的 这样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法律人 他终究应该是给你能够提供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这样一个picture 也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学可能想到自己本科是外语专业的 然后觉得好像来到国法的话会是一个所谓的跨专业 但是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很认同这样一种说法 事实上如果你知道美国的法学院的教育模式的话 美国法学院根本就不存在本科的所谓的法学专业 所有的学生都是从音乐生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法律 那么他们这些学生在本科的时候原本就是从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专业出去的 但是我们在美国的话好像没有人会说 你来到法学院你是一个跨专业的学生 事实上这个前提本身就不存在 这当然是基于中国自己的一些特性嘛 就中国自己一些各方面的原因 我们有了法学的本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的存在本身就是足够合理的 事实上也许本科学习些别的东西 然后在音乐生的时候 你有了更多的社会经验 你再来学习法律 可能反而就是一件更加适合的事情 而且事实上 如果我们参照美国的一套做法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的学生在本科的时候 他们对于所谓的本科阶段这种college阶段的这种education 他们把它称作叫文理教育 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不是说 你一定要给自己限定一个明确的专业很深入的发展 而是说他跟他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 来培养学生的最核心的阅读写作和思考的能力 而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 其实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 我想在这方面的这种训练 也就是说对于文本的阅读 然后外文的写作 以及通过阅读自己去梳理去理解的这样的能力 可能是相对于别的专业的学生来说 可能训练的是比较充分的 虽然说可能中国的外有教育 也存在各种各样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但至少我会觉得你是有了这样一些基础的 然后你有了这样基础之后来到国法 我想老师们在进行法学院的这种授课的同时 他们也会特别关注学生在 阅读思考以及写作这方面技能的培养 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像毛少维老师他们 其实我想他们的课程对于是 为什么会有很多学生学习他们的课 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纯法律的这种技术的意义上而言 把这个法条给你解释的很透彻 或者说帮助你更好的深入去理解一个法学概念 而是我想在某种意义上 它其实是在全面的去培养一个综合的法律人 因为一个好的法律人 你不可能是仅仅通过学习法律本身 来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 你终究是需要去实现一个法律 跟各种人文社科的这样一种互通的 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叫鲁曼 提出了一个叫动态系统论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法学跟其他的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法律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platform 它本身是一个有点偏形式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自身当然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它是一个hierarchical的一个架构 但它同时又不是完全自己能够独立存在的 它需要与其他很多的社会科学发生某种联系 尤其是可能特别相关的就是社会学 经济学和政治哲学 因为你所处理的很多个案 它背后其实观赦的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 家庭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或者是这种市场当中平等商势主体之间这种关系 它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政治哲学的理念 尤其是像宪法 行政法这样一些东西 它观设到了比如说三权分立 民主的精神 这样一些东西 包括很多我们法律技术的设计 本身它背后就有很深刻的一些经济学家 对于人在一个理性的状况之下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观察和描述 然后把这个作为一个基础来支撑一些法条的一些产生和设立 所以我想这些老师或者说国际法学院的老师们 他们在培养法学院的学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关注的是所谓的这种人文社科的东西 和法学作为一个法律技术的东西 相互能够贯通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总而言之吧 就是我相信大家对国际法学院有兴趣 然后包括大家可能听到我们有这个四年的学制 然后我们有这个相对比较贵的学费 但是我想可能更加重要的是 你们都希望能够在国法获得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这样一种 education experience 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段经历让你们整个的这个 整个生命质量 或者说你们整个对于这种世界的理解 也能够有一个深层的一种理解吧 霍姆斯在哈佛法学院有一年做了一个演讲 他说人的本质是追求更深刻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欣喜 我想国际法学院其实也是在致力于做同样的事情 一个真正的好的法律人 他不应当仅仅是一个法律匠人 而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去理解那些更大的价值 那些更宽广的事业的人 当然我们都是在这个努力的道路上 可能这条道路远远不会有止境 但是我们都是在朝这个方向 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加入我们 好吧我就先说这么多